麦克风测试 比赛即将开始,请过来宾就坐 再次提醒各位来宾,请把手机关机或调置基因模式 以免干扰比赛的进行 同时,再次顾问过来宾,当变手正在发言时 请过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掌声,以免影响变手发言 在此也特别提醒双方教练,除中场提示环节以外 将来团员仅在比赛进行过程中 对场上变手进行认为有声或无声之提示 大会主席有所禁止或纠正任何干扰比赛之行为 一经提成,评审团有全扣除该队伍的整体得分 此外,居公平原则,场上变手进行使用及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若场上变手有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请立即将该设备交由场下教练团或智能团保管 谢谢合作 过来宾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出席尤金大学环文学会主办 第十届金盈碑亚洲中学环文辩论公开赛 往下进行的是本赛会嘉宾组第一场的败布附魔赛二 我是这场比赛大会主席陈千惠 最终往左边的是正访方的七十元精气分员 沈英才以及邦凯文,欢迎他们 接下来先帮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比赛的双方变手 就在我右边的是正方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罗佛,西江莫,西华,国明星中学 一辩,王篤玉同学 二辩,陈建华同学 三辩,董志靖同学 四辩,金桥林同学 请代表西华中学上大问好 当你们就在我左边的是 反方的代表队台湾中山女中 一辩,夏琳同学 二辩,宏玉涵同学 三辩,许有,许人有同学 四辩,陈采运同学 各位好,请代表中山女高 问候在场各位 也欢迎你们 当然,除了比赛双方 马晓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今天决定胜负的领会人物 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会评审 第一位,我洪坤老师 他是国家2013年亚军 及全程最佳辩手 也是中国华东师院大学 辩论队教练 他也是华语辩论世界杯 上海赛区主席 第二位,郑天逸先手 他是理科大学教育辩成员 他也是全变多场最佳 和亚泰赛单场最佳 他也是大马各大赛事 身体顾问 第三位,黄国贵博士 他是美国心理学会会员 他于2007年毕业于 伯特拉大学心理辅导系博士学位 他也是2013年马来西亚 时代杰出青年 第四位,万华宁先生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辩论队前队员 全队长 对不起 多项国际辩论赛事 常驻评审 也是知名辩论教育专家 他曾获得第二季国际精英杯 国际精英杯大学辩论赛冠军 及全场最佳辩设 他也是第五届 马兴奥中华杯大专辩论赛冠军 及全场最佳辩设 同时他也是第二届 新辩国际辩论公开赛的亚军 第五位,吴子森学长 大专辩论最佳辩设 感谢各位评论 本文中抽空出席参与本赛会 欢迎你们 好,相信大家对比赛的程序 已经相当了解了 那我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在娱乐圈求出位 就该出卖尊严 反方 在娱乐圈求出位 不该出卖尊严 我重复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在娱乐圈求出位 就该出卖尊严 反方 在娱乐圈求出位 不该出卖尊严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有许正方一遍移过到奖牌 再 请在开始发现之前 进行麦克风测试 您的试诺时间为四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发现后 开始计算 请 麦克风测试 谢谢 哲学家说 尊严是具有人性特种的食物 根据词典 尊严是庄严尊贵的 然而 尊严的边界有点模糊 但整体而言 出卖尊严 必然导致 必然导致大部分人感觉委屈难受 娱乐圈五光十色 充满八卦血腥 八卦心色 求出位倾向于打开知名度 制造话题 创造耸动心 求出位是种态度 而出卖尊严是种做法 我们要讨论的是 出卖尊严这种做法 是否有利于实现在娱乐圈 求出位这个意图 一 从娱乐圈的观众心理 出卖尊严更能达到 心色火辣的效果 满足观众 烈其用俗的心理 观娱乐圈的观众 一半倾向青色火辣 喜欢八卦凹头 越用俗越能吸引眼球目光 而尊严仿佛一道枷锁 让人不敢放肆做很多东西 西红色相 出卖尊严 让人突破枷锁 创造更耸动 更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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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俗的效果 满足观众 烈心烈气的心理 进而打开 知名度 带来深刻的印象 南京的尊严 让男生 不敢轻易 男扮女装 而香港艺人 王祖然 依然扮女人 牺牲尊严 观众感觉 好笑新鲜 他成功在香港 娱乐圈走红 新加坡艺人李国皇 长期把自己 撞扮成傻嘻嘻的垃圾桶 讨好观众 最终打开知名度 获得观众肯定 女性的尊严 让女生一般 不愿意仇化自己 新加坡艺人莫小玲 严重仇化自己 观众看了滑稽和感动 莫小玲也因此 获得了长期的演绎合约 以出卖尊严来求出卫 是先尊后悦的策略 出卖尊严 让身体更轻盈柔软 有利于之后的跳跃 这说起来 可能有点心酸 但是如果不够耸动 无法让娱乐圈的观众 留下好印象 求出卫的艺人 不怕丑名 只怕不出名 因此 出卖尊严更能讨好观众 达到求出卫的目的 而从娱乐圈的生态而言 高颜值 高实力 比比皆是 出卖尊严更能创造差异感 有利于制造印象 符合娱乐圈的生存之道 在娱乐圈 帅哥美丽 唱歌好听 演技一流的人很多 然而 如果局位超一般实力 就不可能需要走到 求出卫的地步 既然是卑微的求出卫 那就是竞争实力 已达到某种极限 需要从其他人不敢设计 或难以接受的地方 创造差异感 台湾城的汉典早期 在娱乐圈浮浮沉沉 之后开始在 康熙来了 扮女人 己胸 扮小狗 她为求出卫 知道印象 不惜出卖尊严 最终让人感觉 够俗狗亲切 纯公宁的观众的芳心 所以千古语 不符合娱乐圈的生态 不同艺人 就有不同的存在 然而 若想从云与大众 高颜值 高实力的艺人当中 卑微的求出卫 这应该卑微的牺牲尊严 比别人创造更与众不同的 与别的效果 各位 有人享受高调 有人真享受低调 这好比青菜萝卜 各有所爱 我不以你几度人 然而 喜欢种不同高调的出卫 就要付出与众不同的代价 吃的咸 要抵的可 要出卫 却不要牺牲 这是切实际 不应鼓励 谢谢 谢谢 继续方医院 请您邮步 请访方二次上台第十 时间为两分钟 请在开始发音之前 进行办公室测试 麦克风测试 谢主席 您好 您好 今天要确认 今天我们在讨论 音波应该出卖尊严的时候 是不是不只在萤幕上面 他做的这些效果 出卖尊严 在私底下 他也要出卖尊严 也不是说也要出卖尊严 我们谈的是娱乐圈 是我们谈的是娱乐圈 所以他做的东西是娱乐圈 那今天他在私底下 他这个演员 他为了想要出卫 那他去出卖尊严 娱乐圈本身 他就是一个 你必须出卖尊严的环境 对吧 你告诉我 不是讲说 必须要出卖尊严 而是在你实力平平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去出卖尊严 如果你的实力是 你的实力是非常的重要 我了解 谢谢 那今天 林方告诉我们 他们会男扮女装 他们会自己把自己 丑化自己 把自己扮成垃圾桶 那今天的状况之下 如果 我觉得我扮得很开心 我就是想要带给大家快乐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邪心 我看到别人开心 我就开心 就是没有出卖尊严的这个情形 就像你认为 你认为一个 你认为一个艺人 他会把自己的开心 告诉你 对吧 这艺人的伟大之处 他不会把自己 实际地跟你确认 先跟林方确认 谢谢 这个林方确认 的确有一群人 他们是为了别人的开心 他也会很开心的 再来往下讨论 对吧 好 今天并不是你一定要透过 为了要出卖尊严 你就一定成功 来提供我方看这份资料 他就说 今天不是被浅了 一定会红 有的时候你去赔税 也是白税的 而且很多时候 只要跟我谈赔税 可是如果今天 他没有赔税 是出卖尊严的情况 我也求出卫 来来 如果我讲说 你运动方式出错了 不代表讲说 你这个运动出错了 而是今天出卖尊严 而是今天出卖尊严 而是今天出卖尊严的方式 错了 而出卖尊严 可以与您开口办后 开始计算 有请 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席 麦克风测试 在讨论变题前 让我们先厘清贬离的定义 首先 出卫指的是 可以成功博得知名度 而就因出卖尊严指的是 在娱乐圈发展时 应该以出卖尊严 作为争取成功的普遍性手段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判断 出卖尊严 应不应该是一种 求出卫的普遍手段 要检验的是 出卖尊严 与成功出卫尖的观点性 以及出卖尊严 这个手段本身有没有避害 我方认为 出卖尊严不仅 与出卫尖的观点性不高 还会为出卖尊严的人 带来无可抹灭的伤害 当然不应该出卖尊严 韩国一名上吊自杀的 年轻女艺人张子言 就在遗书中写道 自己因为害怕无法出道 即使老板要她赔税 她也不敢拒绝 因为不敢开口 导致往后 每周都被老板强迫 必须对不同的主管 进行性招待 在自杀前的六年中 总共被迫 性招待将近五百次 成为她永无止境的梦业 最终身心崩溃了自杀 讽刺的是 她原本觉得 可以为了出卫尹的女主角 所以选择出卖尊严 但她生前将近五百次的赔税 却从来没能为她 获得任何一个女主角 显见出卖尊严换来的 不只是不一定成功 还可能把原本 有其他可能性的人生 彻底毁灭 韩国九年内 就有三十位艺人 因为演艺圈的潜规则而自杀 即使没有自杀 也有很多人 因为各种潜规则 长期出卖尊严 身心灵受到践踏终身 心灵煎熬 当然不应该出卖尊严 让我们将视角再拉高 当越来越多人 甚至是所有人 都觉得应该出卖尊严时 只会让每个人的尊严 都变得越来越廉价 导致这个手段的效益 变得越来越低 或者是必须出卖更多尊严 才有效果 试想 当每个人都去赔税 陪睡完一轮后 所有人的起点 又都一模一样 只是底线变得更低 瞬间 当每个人都潜迫后 继续出卖尊严时 只会让自己 越来越来越没有下限 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产生结构性问题 当陪吃饭不够 只好陪睡 当陪睡也不够时 下一步还要出卖什么 再往下继续讨论 娱乐生的老板们 终究是生意人 一个艺人 即使出卖尊严 满足他们一切要求 倘若他自己 没有足够的潜力 好处师 一边还会去挑选 真正有实力的人 来进行栽培 这像是最近被包出的 好莱坞影视大和威斯坦 他40年来 性侵害害性骚扰 无数女艺人 光是目前被 光是目前被指认的 受害者就有80人 这之中 真正因为出卖尊严 而成功出位的 又有几个 所以各位发现了吗 在娱乐圈 要能够出位的关键 根本不在于一个人 愿意出卖尊严 到什么地步 而是自身的实力 根据中国报导指出 一名娱乐生经纪公司的主管 就私下表示 今天一个人若是没有实力 即使被潜规则也是白潜 而且想要靠潜规则成为 一线女明星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弄不好 反而会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反观 有实力的人 就算不出卖尊严 一开始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时间轴拉长 唯有实力 能够真正让人出位 中国一些女明星 杨蜜也表示 自己年轻时的确 才因为拒绝被潜规则 直接被导演赏一巴掌 她当场辞严 时间轴来到现在 我们看到她今年主演 两部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也是中国电视圈 收入最高的女明星 台湾一线女明星 林依晨也表示 她从出道以来 就坚持 不用任何低俗炒作的方式 来宣传自己的作品 也绝对不接受 为了宣传作品 去上会被开红枪 或是性骚扰的综艺节目 我们也可以看到 她不但是 台湾金钟奖史上最年轻以后 还在五年内获奖两次 显见 在制作方的重点 仍然是推出成功作品的前提下 实力与出位的观点性 比起尊严是更为紧密的 纵上所述 当出卖尊严 并非娱乐圈出位的唯一手段 再加上这个圈子最终比的 还是实力时 出卖尊严 只是对于自己的不必要伤害 我方认为 在娱乐圈出位 不应出卖尊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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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您好 对方您好 告诉我们 我达成了一个共识 是不是告诉我们 其实它不只是在荧幕上 就是这些所谓我们要谈的 这些不只是在荧幕上 但是我们今天题目是讨论什么 讨论演艺圈对不对 演艺圈 我们在荧幕上 看更多看到演艺圈 演艺圈是不是要为了愉悦的观众 愉悦的观众 愉悦的观众 那观众的触感来源 是不是来自于屏幕 是 是 所以我们只讨论屏幕上 这些演员的私生活本身 这些演员的私人生活本身 我们不再探讨范围 因为我们要探讨的是演艺圈 来第二点 第二点 对方是不是告诉我们 其实是王祖兰这些人 他们男人伴女人 其实伴得很开心 对 但是王祖兰有变装癖吗 他有变装癖吗 我不知道 所以没有嘛 所以有谁希望自己是男人 明明可以有尊严 但是我偏偏要搬得像女人的时候 你告诉我 他在屏幕上开开心心 不直接忍痛于他 没有委屈 他没有屈服于他的尊严 这时候他不能论证他没有放下尊严 请让我解释一下 请让我解释一下 我方觉得说尊严是因人而异的 有人可能觉得帮上尊严 好我打算你 来第三点 但有人觉得赔税也可能是这样 好 我理解了 尊严的底下 我理解了 对方你觉得 男人伴女人 算不算是一种 放下尊严的一个体现 我都不知道 对吧 我方就说了尊严是因人而异的 这样子 你扮垃圾桶 算不算是一种 放下尊严 我扮小狗算了吧 所以看到吗 对方不断的挑剔 其实这些方法 其实也是 放下尊严的时候 对方不断的举出 赔税这种例子 本身是在例子上面的错误 方式出了错 不代表放下尊严出错 如果他觉得扮小狗 可以让观众开心 所以我问你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有人做运动做错的方式 那人不应该运动 对吗 这个逻辑 人做运动的方式 出了错误 人不应该运动 这种逻辑 对吗 所以有人做错 不代表唐不应该 这是正面三片 下来有请正方二片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头换来后 开始计算 有请 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理听一个概念 出位和求除位 到底这两者不同的东西到底在哪里 今天我们说出位本身你想要出名你想要成名 但是你不需要到求除位这种手段 而求除位的定义又在哪里呢 求除位的概念是在于今天本身你的发展你的事业发展停滞不停的时候 你想红却红不了的时候 你没有 你想红却红不了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你选择卑微的去寻求这个其他方案 你放下你自己的身段 你放下你自己的食材的时候 去牺牲你一点的摄像 去出卖你一点的尊业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这才是出位和求除位之间的差别 所以地方你要理行这个概念的时候 今天您帮整篇告诉我们说 今天出位不能够培罪等等这些东西 跟我们说今天出位 然后你出卖今天的时候 会可能导致很多不好的结果的时候 宁方只是在论证着这个出位 而没有在论证这个求除位 请你看到今天知道 在娱乐圈求除位 就该还是不该出卖出位 知道前提之下就是求除位 所以宁方不要再以出位这个角度去论证宁方立场 再来宁方有第二个名词在于今天什么 今天宁方认为今天本身只要我论证说 如果今天我应不应该出卖这个出位的时候 就论证宁方立场 可是今天我们想想 遍地中有一个前提叫做求除位 所以看到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有一个前提之下 另外要论证这个求除位本身 也这样延伸下来的 应不应该出卖出年来论证宁方立场 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就直接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看今天出卖过后 然后我们应不应该来 应不应该出卖我们自己的尊严 来进入宁方这样子的这个架构 开论下来 我们告诉你 宁方告诉说 今天本身赔税 潜规则 性少了等等的问题 今天本身赔税 性少了 赔税 性少了还有性规则的问题 本身就是方式的错误 举个例子说 今天我们本身告诉你今天运动方式 有人的运动方式错了 我们就不应该运动吗 显然不是嘛 所以看到吗 这个情况之下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方式的错误 所以不是出卖主缘本身的错 因此你方便要把这个方式的错误 推在这个出卖主缘本身身上 我们告诉你 今天本身求出卫的情况之下 就是本身今天你在事业 没有办法继续前进的时候 你才要卑微的放下你的身段 继续去另外一种方法的时候 牺牲你一点是这样 博取你这个求出卫的目的 来 重来 我们来告诉你 今天出卖主缘还是一个做法 然后今天本身 我们来看这种做法 有没有利益 在娱乐圈求出卫这种意图 我们告诉你是有的 所以应该是出卖自己的尊严 从第一点 从观众这个本身的口味来看 就可以论证 今天本身 观众喜欢这种八卦形式的东西 我们告诉你 今天本身求出卫的人 他们就要博取 他们就要博取这个观众的知名度 就要让观众对好你下一个印象的时候 当然 今天这个观众娱乐圈的观众 他们就本身就喜欢这种八卦形式的东西 显然 他们就要投机所 把自己的身份降解的时候 男伐女众的这种情况下 更符合他们这种用所的这种效果 因此更符合这个观众的情绪 也不过去本身的利益 谢谢 请您领覆 请反光二遍 对不起 请反光三遍上来的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各位好东 买太子 各位好东西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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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人都是高颜值高实力 所以我做这些情色八卦 更有利于让我突出 对 可是你要明白个险题 就是我求助威 我知道 我往下讨论 我往下讨论 都没有 这种凌方逻辑 如果观众都这么喜欢情色跟八卦 现在演艺圈的主流 不是应该大家都不努力 想去迎合观众 怎么会叫做 其实演艺圈的主流 还是高颜值高实力 大家都不想去迎合观众 不是 告诉你一件本 来 你把它从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去看 不是他们两件事情绑在一起看 allowing 简单来说 先两者不懂事情 你要简单在一起 可以先听我问完吗 好的 我的意思是 当� Sü方 donyan告诉我 观众是这个口味 也告诉我 我想求助威 不是代表 现在演艺圈大部分的人 应该是去迎合观众的口味 才能求出威吗 不是阶根本身在 所以明 follows 他们各有自己的所长 可是今天本身的 娱乐像本身就八卦 心底下 他们你从这种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你为什么告诉我 主流就是汉的这个八卦形色呢 对哦 林芳也告诉大家 就是演艺圈就是这么情色八卦的时候 所以显见 其实演艺圈的主流 不一定是像林芳所说的 高演技跟高实力嘛 这反而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太情色跟八卦 我做出我自己的格调 我做出我自己更高的实力 反而更让大家看见我呢 怎样看见你更高实力 比如说大家都在 比如说大家都在拖的时候 我演出我反而告诉大家 我的演技更好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让大家更关注我 有可能吧 那些我确认到这里 那么往下讨论 演艺圈的形式不只有情色跟八卦吧 有一些人他是透过情色跟八卦 有些人透过歌唱得好 有些人透过演戏演得好 对吧 可是娱乐圈本身的带的娱乐效果 是让你听得快乐 演艺圈不是只有邪行一种角色 有些人演深入人心的角色 也打工人 因为唱不得好 谢谢 所以不是变一种出路 谢谢 下来有请反光二变博物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发言 开始计算执行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主席 大家好 首先先来跟对方斌龙进行一根切割 对方斌龙告诉我们 他今天在演艺圈里面 好像只有心三色 好像只有这个八卦角色而已 但我方告诉什么 他让斌龙告诉我们 其实这些观众 他也是很在意演职的 所以我方告诉我们 今天在演艺圈 其实两者都有 并不一定只会透过这种 让自己越拖越少的方式 才能夥得出位 再来看 下一点 对方斌龙 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是 演艺圈求出 我们是演艺圈应不应该求出位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像对方斌龙讲的 在讨论这个萤幕上面呢 我们当然也要看在演艺圈 我可能原本就是一个 默默无名的小明星 我想要变成一个大明星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手法 我要用什么手段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变题要讨论的 是我们应不应该出卖尊严 或是像他要出卖尊严 或是像我方要不要出卖尊严 再往下讨论 就要被我告诉我们 这个演艺圈本身就是要出卖尊严的 但我方想告诉大家的是 尊严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 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就像其实豆豆先生 他也是他真心的想为大家带来欢乐 他也并不会觉得 他今天在做这些小丑的事情 搞笑的事情 他会觉得他自己的尊严受损 或是他总觉得这个王图兰 他在男扮女专的时候 只要他自己并没有觉得他自己受损的时候 我方觉得就没有再出卖他的尊严 再往下谈 所以我方觉得今天没有一个行业 没有一个本 没有一个东西 他的本质是出卖尊严的 好 再来看第二点 今天其实我们要讨论的什么是应该 我们讨论应该就是一种价值上面的评价 也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普遍性 可以采取的手段 大家在你想求得出卫的时候 你应该要这么做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应该 但我方发现 当今天你让你 今天只要在开放 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的时候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他选择去出卖自己的尊严 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就像我方前面一遍所说的 今天我们有 在这个社会之中 我们会分成几群人 他们都想要求得出卫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第一群人 他们是没有能力的人 那他们没有 他们本身没有实力的状况之下 他们如果透过赔税啊 这种出卖尊严的方式 他就获得一个小配角 但他最后如果演不好 他也会被换掉 但是在他方的骨存下面 只会让这群人觉得 诶 我好像透过出卖尊严 我就可以获得演出机会 反而忽略了实力的培养 而这群人他也在娱乐圈 他是占卜主角 他是占卜主角 再来看第二群人 是有实力的人 但我方发现 这群有实力的人 如果他们出去 他们出卖尊严 去进行潜规则的时候 反而会导致反效果 就像我方前面有举出资料 告诉大家 那些经纪人跟我们说 呃 原本很多有前情的艺人 他反而因为他去做潜规则 他被迫离开娱乐圈 最后只能轮城陪睡 永远无法翻身 显见 其实当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候 有实力的时候 他就不应该采用这种 出卖尊严的方式 因为常在我方前 只会长进反而过而已 请您留过 请这方一遍向来致死 使劲为两分钟 每个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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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是实力非凡的人 另外一种是实力非凡的人 哦 不对 我方认为 没实力 实力瀑布 没实力瀑布 实力很好的人 我们分三种人 没实力待会再跟你谈 好 我们再跟你谈 不是 他本来就是三个人都会存在 好 先跟你谈 实力平平的这些人 刚刚我方讲说实力平平的话 那么请问 在他实力平平的时候 他是不是需要有助于人 他在他没有办法 情况下才需要 需要别人的帮助呢 我方认为 今天对这群人来讲 更重要的是 增进自己的实力 并不是透过这种 增进自己的实力 对 可是今天要跟他讲说 是求 求是怎样一个字 是在你竞争实力 都已经到达一种 某种极限的时候 你需要做出别人 不敢做的事情 不敢涉及的事情 才可以从中 跟别人不同的差异感 这个时候我方讲说 是更加符合 别人的胃口了 现在应该套试 对 我方觉得对政权的人来讲 他要来提升他自己 让他比别人更好的时候 让今天老板要选他 对吧 对吧 就是要跟你谈求这个字 求这个字 也就是代表讲说 你要做的 你做过的 你已经到达一个瓶颈 你到达某种极限 所以就是我们讲说 你已经到达某种极限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出别人 不敢涉及的事情 才可以做到更好 我方认为就这样 这些事情 我方认为 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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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认为 来跟你谈 如果今天讲 您方认试过 我们谈情规则 对不对 是 就是出卖尊严的一种 对 我们从一变到二变到三变 都告诉 都像一句随个例子 实际上请问的一个问题 就好比讲说 我今天运动 就好比讲说 运动的方式 我做错了 这样子 是不是代表运动 但是今天 今天你运动的方式做错 不代表你出卖尊严 你开口快后 你有问题 你本身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去取悦人 但是这本身的前提是什么 你的实力达到了人家 能够高看你 并用你的时候 你就能够完全不用去求 别人就会招聘你去 而这时候 他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取悦 观众 可以 但是他有到求出位的方法吗 没有吧 他有到求出位的程度吗 没有吧 他透过自身的努力 自己换起来的机会 他有在求任何人吗 没有吧 所以看到吗 求出位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这本身 我们用一个成汉典的例子来告诉大家 今天成汉典 他有努力吗 他有想要从小明星走向大明星吗 有吗 他有透过自身的努力 而不是像对方所说的这些人 他完全不失进去 但是这些人的努力 因为他长相长得比较普通 才华可能没有那么出众 本身没有被别人看起 没有被别人看中 这时候 他才要去选择求出位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这群人应该怎么办 这群人因为社会上面本身 别人长得好看的太多了 有多才多艺的太多了 但是有没有人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观众想要看到的是差异性的存在 而这些差异性 就是让这些观众能够得到愉悦感 能够得到在娱乐圈的愉悦性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这时候更符合娱乐圈的 这个做法是怎样 放低自己的姿态 出卖自己的尊严 可能你可以扮狗 你可以挤乳狗 你本身可以做 你可以男扮女装 这本身在别人看来 其实哈哈 这些人这么这样子 可能会愉悦到这些观众的时候 你就更能够出位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大家 当一个人 其实他的实力朴朴而已 这时候他更 他要求 这时候他又要求出位 他应该怎么做 他就应该放低自己的标准 出卖尊严 去达到银河观众的口味 这时候他更有利于他的出位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他应该出卖尊严 来到第二点 对方告诉我们 其实这一眼 一语人员 其实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格调 但是对方有没有想想 如果能够做出自己的格调 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就达到别人的欣赏的话 我何必去求呢 因此 对方今天没有看电梯来论证立场了 对方忽略掉求出位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对方不断地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 去换来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能够透过自身努力 就换取的根本不是求 来到第三点 对方告诉我们 其实这人杨幂本身 他很容易可以拒绝潜规则 对 所以我可以承认杨幂是一个实力派 所以他在演习上面 他不求任何人 他一样可以出位 但是这本身 这本身 你不再探讨求出位的这一群人 所以看到吗 对方今天不断地告诉我们 豆豆先生王祖兰 他们本身看上去应该很开心 但是对方也没有想过 一个本身普通的人 为什么要好好去扮杀 扮杀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请马上提出发言 请您订阅 或我请老方意面上的咨询 请作为两个钟 各位好 杨幂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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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幂您方觉得为求出位应该出卖尊严 对吗 这是变题吧 所以您方觉得有这样的价值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人 可能会想要去出卖尊严 不对 只有求出位这群人回去 对 不是吧 杨幂您好 因为本身期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实力 有自己的才华 能够适应到大公司的话 那么他们根本不用求出位 对不对 杨幂您好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求出位呢 每个人达到成功的方法都不同吗 这本身他们在才华普普的申请人 不是 他们要怎样 他们又要求出位的时候 他们应该怎么做才是今天要探讨 在您方的世界下 就是因为大家都才华普普 不是大家才华普普 是告诉你演艺船上面 本身有些人实意出众 有些人才华出众 这本身就被这些大公司的人 他们哪去拼用嘛 不是都没有 当您方是说想要求出位 所以当您方就会推让底线 推让底线 对 您方想要求出位 就会出卖尊严 出卖尊严就会推让底线 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 是不是当大家都出卖尊严的时候 即使我出卖尊严 没有大家 可以方换一个词吗 不要大家 就是那些正常的工作人 他们依然去 好 那些求出位的人 当那些求出位的人 他们都出卖了底线 是不是代表说 即使我是求出位中 其中一个人 即使我努力出卖尊严 是不是也代表 我不一定有机会 我没有告诉你 一定会有机会 但是我告诉你 是更有力于你在求出位 这个意识上 他能够更有力 所以即使我出卖尊严 你努力也不一定 达到成功 就不该努力吗 好谢谢 那么再往下请教 努力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成功 你就不应该努力 不对吧 不是 我们告诉你 是一个更有力的概念 没有一定的发现 对 在您方的情况下 您方即使出卖尊严 也不一定能够 不一定我方便告诉你 你要认证一定 我认证真的是更有力而已 在我家请教 您方是不需要娱乐球 就是这种可以带风气的解决 我告诉你 这是方式上面的出错 本身也有人 不然提到去出卖尊严 对 所以都没有再提到 这样的方向 就会有 方式的错误代表 这个本身错误 好一点 最后有请 反方三变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继续将会与您开口饭后 开始集算 有请 各位好 这场比赛分成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其实我方想谈的是 今天你想在任何一个领域 不管你在政坛也好 你在体育界也好 你想要求出卖 从来不只是你的表现而已 你的人脉也相当重要 你今天执政的再好 如果你的执政党 或是你的政党 他不愿意推派你去参选 其实也没有用 今天你表演的最好 如果国家不让你去 争取代表的名额 也没有用 所以我要看到什么 他方告诉我们说表现很重 那我方告诉大家 其实人脉同样很重要 所以今天在求出卫的时候 有些人去求 有些人去提升他的表现 有些人去提升他的人脉 两者都重要 两者都有做 两者都应该讨论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他方的论证命题的前提叫做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能力 有实力 有才华的人 所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选择 如果你选择去搞笑 你选择去情色 你选择去八卦 你选择去扮丑 你其实可以突破大家的 你其实可以抓取大家的注目点 因为你与众不同 可是其实他方在论证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大家 到底现在的演艺圈 到底多的是有能力有实力的人 还是多的是那些有八卦 有色情或是搞笑的人呢 其实他方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哪群人多 所以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 才能吸引大家 才能与众不同 其实他方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能这样 就是用离世我当然的方式 就带过 所以往下讨论 我方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反而是 在他方的世界下 假设啦 真的大家都是有能力 有实力的人好了 那在你的鼓吹之下 其实只是导致 所有人都变成 全部都跑去办仇 那办仇重要 只是比得谁越来越丑 所以我方想说的事情是 你求出位的时候 你不应该只有一个方法 你不应该只鼓励一种形式 你应该去讨论的事情是 你自己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色是什么 这边就是 连到我方第三块 想要谈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他方论真令 有第二个错误叫做 他方觉得搞笑这件事情 不是一种专业 可是其实作为一个 演艺人员的能力 是很多元的 我今天长得好看是一种优势 我今天会演戏是一种优势 我今天会唱歌是一种优势 我今天好笑 我今天可以取悦观众 我今天有观众 他难道不是我的一种优势吗 当然是 所以我方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在萤幕上 你可以唱歌唱得好 当然好 你可以演戏演得好 当然好 你可以搞笑搞得好 他也是一种专业 也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实力 他方不应该忽视 搞得好像今天 我只要在萤幕上 取悦大家 就是一种秀下线 就是一种出卖尊严 其实根本不是 其实反而我方要告诉大家 这些人 他其实是在做他的专业 那是豆豆先生 他或者是我方前一举人 比如说 或者是金凯瑞好了 他们这些人 他们一辈子就从事这个喜剧工作 说我们真的会觉得他在出卖尊严吗 其实不会吧 我们敬重他们 我们敬重他们 用他们的实力 他可能不管是嘲笑自己 或是他们的威胁大家 他的黑色优萌 让大家可以就是想心悦目 其实我们不会觉得他在出卖尊严 我们尊重他的个人的职业 是这种服装客人 不应该评价任何一个职业 叫做他在出卖尊严 谢谢 请营严部 请正方外面上的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麦克风测试 谢谢教员你好 你好 好来跟你确认一下 想求你今天出卫等同于 你求出卫吗 嗯 不一样 求出卫就是求 对 所以不一样嘛 所以求的情况底下 是不是说今天本身你的发展 事业停止不前的时候 然后你需要 不见 等下 等下 停止不前 你想红红不了的时候 然后你需要放下 你要卑微的放下你的身段去求 对不对 不见得是想红 停止不前 有可能是没有人认识我 希望获得人 或是没有人愿意给我机会 我希望获得机会 对 所以明白嘛 看到吗 想红红不了跟你的人脉关系 没有完全通租 所以看到今天本身 本都重要 对明白都重要 所以今天出卫和群出卫有一定的差别 来 银芳告诉我说 今天本身 可以透过个人的特色 然后去达到这个 他本身所想要的知名度 然后不需要透过出卖中严 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方认为 萤幕上的表现不叫出卖中严 你自己的个人特色发展 你的未来建筑 博取你的知名度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要做到 求处为这种地步呢 那么 两个回 第一个是我有能力不能如有机会 第二个事情是 就是我有这个特色 不代表我真的够好 我要去加强我的实力 这两个层次 好明白 你有能力 你要加强 对 所以看到吗 今天你完全不需要做到求处 求处为这种地步 而今天 什么意思 好来 你解释一下 因为今天本身有这些实力的人 他们不是有自己个人听的吗 像今天本身 他们就不想透过求处处 今天本身是别的公司来计划 你要不要做我的公司的这个广告 你要不要做这广告大言人 你要不要做这个模特 回答 在每个特色里面都有好跟不好 不是更好笑 那我没那么好笑 我就要努力去让我自己变好笑 对 对 明白 这个个人特色呢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做到求处处 这种地步 不是有个人特色的 大家肯定带我 进入这个 来求你 今天如果见我 今天我一定会好 谢谢 谢谢全方二变 在进入短并相间的自由便利前 下来将是两分钟的教练面秀记忆时间 再次提醒双方教练 在教练提示环节时 请不要把任何笔记或几条记忆变手 教练团只能及口头向的提示 提醒双方教练 继续开始 好 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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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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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